欢迎到新闻现场来看到是春节检疫专案上路完整监重疫苗的民众入境之后可采取七加七的方案 也就是前七天住防疫旅馆 第二个七天可以住家里居家检疫 不过现在民众和媒体投诉说 北市方面竟然以防疫计程车量能不足当作理由 要求他在旅馆多住一天 七加七莫名其妙变成了八加六 民众认为科市长事法为无误 带你来了解 防疫计程车一辆接一辆 现在竟然连防疫计程车都会不够 春节检疫专案已经上路 现在却有民众投诉 自己七加七方案住进了防疫旅馆 离开的时候却得多住一晚 不是台北市的问题 而是它是一个旅馆在实际运作上 本来就会有这样的状况 你是半夜凌晨到 你当然可能会延到第二个半天 所以会有这个问题 是没有错 不是计程车的问题 民众投诉40号返国 当天下午5点住进了台北市一家防疫旅馆 根据七加七方案 检疫时间从入住饭店起计算168个小时 所以它在21号下午5点就可以离开防疫旅馆回家隔离 没想到却接获台北市观传局通知 因为防疫计程车量能不足 当天下午2点以后就能解除隔离的民众 竟然要强制留到隔天早上9点才能离开 这让民众透批 根本就是限制人身自由 台北市长柯文哲违法 解释又解释 黄珊珊说 这是按照防疫旅馆的住宿相关规定 过了下午3点住住 就得多算一天的住宿 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发言人壮仁强说 以往从而遇过这样的情形 会去了解实际状况 若是防疫既成的量能真的有问题 也会请交通部协助解决 记者 中央报道